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祖着先机》 赛事也继续进行 虽然天气继续持续 下雨了 全香港都很差了 这次第十次赛事也这么巧 也是10月10日星期日跑十场 十场十三 黄帝禁 看看他行不行 先讲一下赛事资料 这次一点正跑 四例是六草 当中草地就有A加三跑 到目前为止没有马退出比赛 先跟大家讲讲大彩池的累积多保 3T方面会有的 150多万的累积多保 至于骑士的形势 这次有些骑士事项都要交代 譬如周俊乐 最终赢了70分 顺利不业 这次赛事起他就减三磅 另外田泰安也都在礼拜三不幸堕马 好在人无事 不马就不太幸 但这次他跑足十场 看看这次可不可以挑战莫雷拉 我亦都选了田泰安 因为其实潘顿的停赛 莫雷拉是热的 但你看看莫雷拉今次的手马 我不是说他不好 但不是很压一的 即是他那手马 只是略比其他骑士好 我选了蔡明啸和田泰安 跟他逛一逛 看看如果能得到他的马 可能骑士王好分很多 即是这两位 大家都可以看开出来的赔率 停赛骑士 除了刚才提过的潘顿之外 就是何宅瑶 另外彭国莲都是停赛的 实际上始终是下过雨 或者天雨 或者场地有影响的情况之下 作赛又来地又行 你预计就算你跑马那天 即是很难说的 这些你都未必说真的那么好 我想未来这两天都是这样 希望就尽快放晴 所以拿位各样东西真是很重要的 那至于马房方面 选择了丁冠濤和叶楚行 叶楚行打王牌的马 有第一场的蒜头本色 还有第四场的荣彩大道 其实另外整群马都不错的 闪电列马 第三六场 四班千四拆组 有星梦帝国 这些赢开的 转回草地有影侄 另外第五场有专一 他都很专心一二等来地跑的 第八场你都猜不到他赢到上去二班 奖金大王 那就来地 另外第十场就有只 红黄的 丁冠濤打王牌 就不是很强的 一只五场那只印钞工厂 这只我觉得不是很强 但是另一只强 第八场的文明之星 你再数下去 第三六场策组 边数是第一支援 第二支援 第六场那只起外线 其实起外线都是后备 保上了 但是后面那些都很强的 第七场金津一号 这些周街都是 第九场好运保马 这些都是 未跑已经肯定都热的了 那看看这两只热碗 那一只增程 一只就原装配搭 再来看看怎么样了 那特别东西就不多了 说真的 A加三难 我想下雨的话更加你摆前 二答你都要小小超 真的三答大超 那到时真的要执生了 好了 那事不宜迟 看马友第一场赛事看戏 五班千二的泥地赛 状大fit的马友三五七 配备边动是四 重戴眼罩 六就初戴眼罩 刹利是照九 十就初戴眼罩 除了一个双干营口暗铁 重戴还营口暗铁 十一就除了个鼻枯 交叉鼻枯有了 那就重戴眼罩跑 先看这只勇冠全城 本身一只体型 当然是很大箭头的马 试袭各样东西 其实上季 我记得这只马已经试得挺好的 不过你说是不是要拿一些 集去做根据 究竟如何去支持 说真的 上季有支持怎么 都支持到现在 不过兴肯 你说一只这么好款 那你又落入面副鸡 现在我觉得这只马 是强化了健康了的 希望落到五班 是有点好处 他以前试湿泥集试得很好 勇冠全城 试完跑马底集 这一货就是昨天早上的最后试跑 昨天天气都OK 看上去的外观 修身模式都是有水准 不过说到底 其实他三甲都没跑过这些马 那个伤患就因为上季尾那些 跑完有痰 口部有血 没问题的 休息了这么久了 小鸟澳墙都是 上季跑完之后 阻前腿不良于行 但就算没有眼罩 我都明白 但你看到都不起眼 又缺过货 对了 八月份也有两次短暂的停货 那三号 帝豪宝区 这一组很多马看的 蒜头本色前面 跟着是平山新星 自菲拍档 福星高照 超速 财来有方 好有利 八只马在这一组 今次也能跑 先讲一下帝豪宝区先 回到香港 可能始终都是骑斯试袭 他的慢袭情况都有 但就没那么严重 就是没有在重化那些 直接一开袭都不见了几个马位 所以炮其实也有点害怕 他不是没有能力的 不过你经常这样漏杂 福星高照就追得好 埋便蒜头本色 放回前面就顺点了 另外埋便的自菲拍档 就三三四四地回来 乃神操的角度里面 看外面那只 这马脂牛组 一向不会有什么口 这马现在跳下去拍 有口 上次热血斗士 高冬尼美场那只 我记得都是有这样的 好了 这只就是今早出跳的重性 今早的天气都是很差的了 所以场地都已经是很烂的 走上来就顺 但如果你纯体操练功夫 其实他比上次初出更多功夫 拍了五货 中华精神 今次赛前都没有了 已经全部都不戴眼罩 顺着跳 我觉得他只不过顺着 保持住就算了 我觉得他状态挺好的 但就不是很特别 这只六岁马的东龙镇 来到这个阶段 才初次是戴眼罩 早上跳 他一向都是 挨了进去内栏跳 跟中天鹏的眼罩不同 这个大家都见惯了 那他赢了个例子 是 好 蒜头本息 这些就是 是 如果你把他的马头 马嘴向下 谷起一条颈 不是鸡弓颈 有什么颈 那当然是厉害的 放出来就好 放不到 你看上次 是啊 上次快都不快 接着 齐齐出击 也是一只 比较跳跳步子的马 他还有一些生 味道很熟的马 好像都是偏削身 翻步慢 好 这只很攻势 其实这些马 上季试过健康的问题 跑完之后 五月中 跑完 气管有血 可能多多少少 影响了他的进度 跟着要休息 但是你让他休息一段 那么长的时间 而期间的大闸里面 我觉得他每一个大闸 都试得挺好的 无论泥地 草地 因为可能里程不多 其实这些马 真的被你见得的 不是说很尽 所以我觉得他有转机 是啊 今年这只马过操 比以往任何的时间 都完整 以及积极 九月份都试了几个集 正如1号 而马士忌 重发回来 有伤患 但是这么做得功夫 伤患就曾经有血 在五月份 是啊 但是他这些马 即是跟前又可以 流又可以 开始 这只我就不知道 怎样搞了 近镜头 电子宝贝 我建议你看回他上一次 赛前莫雷拉 过终点之后 试习那首姜城 你就知道了 好了 另一只又是从重发回来的近镜 手牵手 白变这些跑的 就是全静神区 初跑泥地的马 跑落就有些失望 整天都觉得他好像不似这么差 不似这么差 只剩29分 其实几只 什么星光爸爸 这只手牵手 我又觉得他好了一点 但是你叫我鸣袋 我又不会那些 只飞拍档 又是了 这些不是整天聚首 跺过马之后 这只马是想的东西 我怕它有些不同了 昨天招跳的 列马斯特别都松给他走 加了面孤的合金王 暴头都是硬朗的 他是后备一 看看能不能够捕得出 照正常做事 好 正义区 那也不是一只脚发 这么短路程的马 都不是快脚的 但是健康就开始稳定些 涉水也挺好的 头上的赛事 就有五班千二米的泥地 这次的泥地 大家都预计 一定是变化场地 但是你预测泥 都还有湿快和湿慢 所以泥地 其实现阶段 你说从赛事结构 哪个马抢 哪个马走 今天没有数据 我觉得这次的泥地 简单些化范围 选择从神租表现状态角度去选择 譬如10号马 电子宝贝 是一只挺麻烦的马 来的 那麽组组地 就是骑他又不断走 跑到中段 踢倒雪糕桶 古灵精怪 这些电子宝贝 我自己不太有信心 明显转变 我觉得就是7号的蒜头本式 希望这些马 在舍恩 跨下近期跳 可以慢得到 没有那么急 没有那么强 放在前面走 希望都有些好处 当然希望首要就是 那只马能够一跨出来快 可以放在前面走 因为其实追马 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 会不会追马 暂时 但是你说试杂放在前面 可以 年轻一点 没什么用尽过 蒜头本身是有些转机 另外三毛马 帝豪宝区 我刚才也说了 我很少见这只马 有口 那现在 当然我都知道 他戴了眼罩去拍 但是不止这一货 是 在杂后面 什么什么 那些入杂很难搞 刚刚那个杂是要 迫着尸 合格才行 但是这只马 是来得很快 很快 刚才说的那些 热血斗士 还有一只 这次是高东来的 一只勇敢动力 其实这些我以前真的 游到不得了 和这只一样 这次是离了 我觉得 帝豪宝区 我会选第一只 其他临场配角再捉 第一场赛事 都简单研究过 休息一会 你会选择 一会论 一会论 一会论